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单人黄野生存第124期 嘿嘿,看到很多小伙伴评论说 他们一条命就打败了羽石神哦 而且很多都是无伤害就把他给干掉了 看来这羽石神不怎么厉害啊 而且打败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站在他上面,用弓箭远程攻击他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太没意思了吧 好嘞,要不咱们拿上能量剑 跟他好好耍一耍 哎呀呀,我这剑术也太烂了吧 居然没有击中他 哎呀嘛,反倒只到他放出爆炸技能来了 哎嘿,哥们,你怎么跑沿江城那边了 赶紧过来,不然我过不去呀 我来个去了,原来你这家伙也是为远程攻击的 放出来的毒液都快毒瞎我的眼睛了 哎呀呀,想溜,跑哪里了 不会让你溜了的 呀呀呀,他不是想溜啊 他是准备找准时机来轰炸我呀 整个楼梯都被他炸毁了 要是我的人被他炸中,那不是成了炮灰呀 哎呀呀,好危险啊 他又喷出毒液来了,咱们还是远离他一点吧 看来跟他近距离对战 他的毒液喷尸还是挺厉害的呀 嘿嘿,那我又要用上火箭背包 飞在这上面了,看你怎么攻击我 哎呀,这老铁 突然一口气就能飞上来的呀 那看来不飞高一点的话 也很容易被他干掉的呀 其实,想打败他真的挺容易的 要么我们就远离他一点 要么我们就飞高一点 现在,咱们就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让他看不到我们 然后我们又可以攻击到他的 嘿嘿,这个位置不错 有障碍物,他不容易攻过来 然后我们又打得到他 嘿,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要不就让他死得有尊严一点 咱们去跟他面对面对战吧 嘿,老铁,赶紧下来 不然我又要背上火箭背包去打你了 我来个去,吓死我了 直接跑到我面前来了 好吧好吧,在你临死之前 被你干掉了一侧 你该高兴高兴了吧 哎呀,看着他被燃烧掉血中 我都不忍心击杀他了 呃,要不咱们用能量剑 给他最后一击吧 这样的话,他死得也得体一点 好嘞,干掉他了 哎呀,应该叫同归于尽啊 嘿呀,糟糕糟糕 被岩浆给烧到了 眼前又一片模糊了 前面掉落了羽毛和金盒 赶紧过去捡了 你这可恶的二撒蛋 还过来爱什么事呢 嘿嘿,捡完羽毛和金盒 咱们就过来祭坛这边瞧一瞧了 看一下咱们身上 有没有合适的物品来祭祀一下 这个要孔雀石,没带哦 这边是需要三个闪金兵 好像我带的挺多的呀 我来个去 你这带眼蜘蛛吓死我了 看我不把你给干掉 还有你这二撒蛋 把你们都清理干净 我才能安心做事呀 好嘞,现在就放住三个闪金兵 嘿嘿,看到没有 鸡汤又出现了魔幻的特效 待会它又能晕亮出东西来了 啊,什么鬼 我三个闪金兵 又换你一个黑金石呀 不行不行,再来再来 这一次你一定要给我 蹦出个好东西来呀 我的天啊 这次好像是杀块 亏死我了呀 连剪都不想去剪它们了 赶紧找个地方来放工作台吧 最后选来选去 还是把工作台就放在祭堂旁边吧 来看一下能不能制作一些好东西了 哦,有一个回旋标可以制作咯 但是我最想制作的是这一对 食神之意呀 不过还差六个兽骨呢 哦,对了 兽骨好像可以就地取材呀 嘿嘿,就是在这金字塔里面 多摘几个恶撒蛋 然后把这些神奇的肘子给吃了 不就有兽骨了吗 后面我就拿上能量剑 到处砍杀恶撒蛋 而且还跑到金字塔的外面 去怼它们呢 嘿嘿,我现在就边飞边把这几个神奇的肘子给吃了吧 应该刚好六个了吧 那就不用再去打二撒蛋了 现在我又回到金字塔里面来了 准备把这个回旋标 还有翅膀给制作出来 OK,先来试一下这个回旋标 听说打出去又会飞回来的 啊哈,尴尬尴尬 怎么不会飞回来的呀 直接扎在石头上面了 哈哈,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个回旋标怎么玩吗 知道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这种回旋标 云尔姑趾 很好的 这种回旋标